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迎接新同学的开学典礼 这一天张柏林校长用他带有天津香音的大白话 向学子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张柏林校长的这三个问题震聋发聩 是历史之问 更是时代之问 未来之问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 危难深重 918事变东北沦陷后 华北随即面临着日寇的蚕食 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 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 天津南开大学兵旗交易 中华民族在海人都不会移民 中华民族 威廷 对 天津 上班 大学兴族 一个图 房参为 2017年秋季学期 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初中历史教材 开始在全国统一使用 这套书由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原会长 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齐世荣担任总主编 2019年秋季学期 高中历史研究会原会长 统编教材率先在北京 上海 天津等六个省市 投入使用 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 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兰担任 教材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兴旺发达 后继有人 薄薄的课本承载千军 中国历史集中展示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发展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探索史 世界历史介绍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 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发展过程 展现了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统编教材和以往的其他版本教材相比 其实是有很多特点的 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的统编教材 都加强了历史的时序 这样有利于学生对历史有一个 比较全面完整和系统的这样的认识 再有一个就是采取这种点线结合的方式 点是具体生动的重要史识 线是从唯物史观出发 揭示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向高级 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通过以点连线的方式 教材内容依据历史发展的时空顺序 循序渐进地展开 使学生既能够了解到历史的具体史识 又能够清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从而达到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五个核心素养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和观念能力 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国人骨气和底气的精神之源 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权 翻开历史统编教材 从早期文明起源 夏商周的更替 动荡的春秋战国 到大一统的秦汉 民族交融的南北朝 从繁荣开放的大唐 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辽宋夏金 到圆的统一 再到奠定中国版图的明清 历史的长河汇集于课本 多元一体 远远流长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觉得自己的内心特别受触动 也为这些灿烂的文化 感到骄傲和自豪 通过学习中华文化的 五千年的历史 我觉得我很自豪 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知来路方能明去路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两主遗址 写进了历史统编教材 以两主古城为核心的两主遗址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渔航区 1936年首次发现 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 也是长江下游地区 首次发现的新时期时代城址 两主古城庞大的宫殿群 制作精美的玉器 成熟的农业文明 大型的水利工程遗址等考古成果 证实距今五千年左右 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 进入文明社会 梁主呢 他的时间断线是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三百年 所以说把他就写到教材当中 能够给学生提供很多直观的 鲜活的这样的历证 认识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呢 不是虚谈 是有实证的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梁主遗址 梁主一中的老师因地制宜 带领学生来到了梁主遗址公园 实地触摸梁主文化 让学生更深刻认识梁主遗址的价值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之情 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我们需要好好去保护 好好去传承他们 当时在梁主已经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我想这也可以很好的印证 梁主是早期的国家 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从1921年河南缅持养韶村 挖下第一产 命名养韶文化算计 到2021年 三星堆祭祀坑的再次发掘 和轰动性发现 中国考古已历经百年 在历史统编教材中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呈现了中国考古百年的灿烂成果 一万年前的农作物 八千多年前的古迪 制作精美的玉器 青铜器 一幅幅插图 一件件相关史事 数量众多的文物和遗迹 生动述说的过去 也深刻影响着未来 让我们的现代的年轻人 了解我们的祖先 了解我们的中华文明 中华的民族是怎么样 一步步地产生发展 做到今天 能够更加感受到中国 文化的灿烂辉煌 和中国的悠久历史 对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意义非常重大 这里是北京四中 历史老师徐燕 正在为学生们讲述 丝绸之路 那在讲到丝绸之路的时候 我们首先得需要知道 丝绸之路的定义 那什么是丝绸之路呢 从本质上来看 丝绸之路就是中西交通 往来的主要通道 是中外交往的大舞台 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自汉代张谦通西域后 丝绸之路一直不断发展 圣唐时期万邦来朝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的 国际大都会 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 古代中国曾经长期的 领先世界 那我们在如此强大的情况下 并没有来借这个孔道 来发动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掠夺 而是在这条路上进行 这个物质的交流 文化的共建 了解丝绸之路的过去和发展 搞清楚了其来龙去脉 就更在学习今天的 一带一路倡议时 深刻领会把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之路 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的价值 这也正是历史学习的意义所在 我感觉到我们世界文化 应该是以文化交融 来对抗文化冲突 以文化自信 来对抗文化的孤立 我们应该以文明交融互建 来正确地对待人类文明观 包括古代丝绸之路 历史统编教材中 涉及到了一百余位 历史文化名人 八十余部思想 科技 文学 法律等著作 四大发明 天文立法 水利工程等方面 重大发明创造 五十余项 还有众多的书画 音乐舞蹈 雕塑 器物等艺术作品 所有这些都激发着学生 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让他们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坚定文化自信 欲灭其国 必先去其始 长期以来 各种敌对势力 从来没有停止 对中国实施西化 分化战略 始终企图在中国策划 颜色革命 历史教育 作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阵地 历史统编教材 从历史源头 梳理统一多民族国家 演进的历程 通过第一手史料 实证和地图展示 让学生深深地记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辽阔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悠久的历史 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灿烂的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伟大的精神 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统编教材呢 实际上体现了 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记载着我们的国家记忆 民族记忆 所以我们写历史 就是力图要写成 中华民族的历史 历史上的每个民族 他们都对祖国的发展 做出过贡献 使学生认识到 就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格局 这非常之重要 中华民族的奥fford 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统辖天山南北 元朝设北庭都元帅府 宣伟司等管理军政事务 清政府平定准嘎尔叛乱 确定中国西北国界 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 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 并取不土使用 新规之意 改称西域为新疆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新疆各族人民 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 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 繁荣发展时期 中国版图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不断地开拓进取巩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是我们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历史统编教材以史实为依托 讲述历史上各民族对祖国发展的贡献和对疆域的有效管辖 使学生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意识 一开始我们就强调了要贯彻就是国家的这个男权意识 主权意识 领土意识 还有边疆问题 民族问题 都要作为很重要的这些主题 要把它很明确 那么同学们通过学习这些东西 它就能够增强自己的主权意识 国家的这个安全意识 通过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 我明白了 新疆 西藏 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东西是中国领土上不可分割的 我们的这些东西也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茫茫深舟 已导致狂澜待晚 茫茫滑下 中流之砥柱依水 漫漫长夜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像一缕曙光 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我们党毕露蓝缕 遇血奋战 然后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所以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 我们也应该就是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 然后并坚定自己的信仰 因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2021年又是一个新丑年 两个甲子早已换了人间 历史和当下已经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历史教材 它是为国家的长子久安 为未来培养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来服务的 实际上我们学习了历史以后 特别是学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以后 我们学生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 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一百年前一艘小小的红船乘在千军 拨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 航程 1921年下的一天 嘉兴火车站 一群人先后从车站走出 他们到嘉兴南湖附近的宾馆 稍事休息后 共同登上了南湖上的一艘画坊 在这艘画坊当中 继续召开了中共一大 这艘红船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石老师的课使我深受触动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竟然不满30岁 他们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一样 都有着青年人特有的锐气和勇气 而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发奋努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呢 知识爱党 知识爱国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 学习历史统编教材 就是要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我们同名历史教材 不关于党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战略决策 召开了一些重要的会议 做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发动了一些重要的运动 历史上的重要的领导人 形成的一些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 党怎么样带领人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都讲得很清楚 在回望历史的同时 历史统编教材 同样注重体现时代发展的最新成果 教材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在综合国力 国际影响力 军队和国防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着重讲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 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让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凸显教育内容的时代性 在初中历史教材中 钢铁长城一刻 讲述了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 教材还插入了一幅准备下潜的核潜艇图片 可以则相关史事 陈县领我还把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黄学华院士 请到我们医院中 给学生做个一次报告 当时我们很多学生都快哭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华院士是几十年没有回家 就在营救核潜艇 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学生 就站起来说 华院士我们要向你学习 我们要做一个解释的这种军事科学家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不仅要有家国情怀 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 统编教材世界历史部分 从中国视角出发 从人类文明成果中汲取智慧 教育引导学生 成为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的人才 世界历史 它确实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故事 这个社会主义的诞生发展 它就是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当然应该了解 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 它其实是一个人类的 一个历史进步的一个表现 你不用说教 对于学生来说 它会有一种制度的自信 从远古到今天 从中国到外国 历史统编教材 记录着历史变迁的轨迹 学习历史 不仅仅只是为了记住 每一个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 更是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洞悉历史规律 把握历史大势 抓住历史机遇 跟上时代潮流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时为鉴 学历史它关键是要解决一个 史观的问题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对一些问题 到底这么看 要有历史的眼光 让我们来到的 订阅 我们来到的 我希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